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美山電廠是非常可怕的 我們全世界的原住民都團結起來 要來保護這個地球 我們今天是反對 巴西政府來開發 美山的水壩 那這個水壩 如果蓋起來將會是全世界 第三大的水壩 那這個影響是非常的龐大 包括 亞馬遜的雨林 我們稱作是 地球之輩 那如果這樣的話其實影響是很大 那特別是也會影響到許多 在地的一個原住民 那所以我們今天來到這邊是 全世界的一個串聯聲援的活動 那今天的一個 全球的串聯活動 台灣這邊因為石區的關係 我們是第二個接力的國家 那接下來就會輪到歐洲的國家去 了一下 及到... 民視兩圈 民視兩圈 sy仁 成功 俠人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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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是亞馬遜 已林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災難 那同時除了這些生態上 文化上的因素 它的經濟上的因素它只要造價到每一百八一 但是它所 它所封印的 它所預計的這個產能 裡面它一年只能運用到40的產能 所以事實上它是非常經濟上也沒有效率的一個記號 案子我們看到其實全世界這些水庫的開發案 水利電廠開發案都很類似 他們都說他們是一個再生能源 但是其實水庫也會造成很多的CO2的排放 它並不是一個真正乾淨的能源 那我們推動再生能源其實有更多的方式 水庫並不是答案 而我們也知道說真正重要的是要節約能源 那巴西政府過去在它的公營銀行 在做這個節能減碳的投資其實都不到千分之一 那整個這些開發案其實真正的是要從節約能源來做 推動再生能源 水庫不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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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能夠響應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們不需要為我們生存而發聲 為我們的生存來去爭取這樣的一個權利 這不是只有一個溫住民的角色 身為你們用水人的一個人 你們也必須要站在這樣的一個角度 來去為我們思考 你們知道嗎 當你們買一瓶水的時候 就是我們限制我們生存的一個空間的開始 這張新回合 我們要網送與我們な裏定的巡迫 之徒 在這間屋內 遇到這間屋內 遇到這間屋內 遇到這間屋都不合理 不然妳的肉 亂遇到這間屋內 遇到这間屋內 遇到這間屋內 遇到這間屋內 遇到這間屋內壇江湖 我們接到什麼 幸福永遠 好 祈祀我 謝謝我 一開始就是我在聯署上設一個網頁 然後請大家去聯署 因為有一個國際的網站這樣子 那那個網站 後來聯署到一百多個人 一百萬多個人 那從我這邊分出去的 也有大概 將近一千人左右 就是支持這個聯署 那主要是台灣這邊的朋友這樣 8月20號 就上禮拜六 巴西他們當地 有二十幾個城市 他們就是 巴西當地人 以及原住民 他們做的這個示威遊戲 那 那這個 就是要我們國際上 從頭做這個聲援 所以 今天 今天 全球有 應該有二十幾個城市 十幾個國家 他們共同 都到巴西的 這個 大使館 或是 對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 抗議跟 澄清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怪獸 他嫌這個地球太熱 所以 那個 活潑路面太熱 他不願意躺下去 雖然他是水做的 但是這個水 水色的男怪獸 他也不願意躺在地上 可是地球的發燒有多嚴重 可是地球的發燒有多嚴重